巴西在1970年代曾經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熱帶雨林大量的罰處 然後把一些平衡線以下的民眾 遷移到熱帶雨林 那時候他原始的想法是 熱帶雨林長那麼多樹木 他的生命力這麼旺盛 我把樹木罰處之後去種植農縮物 理論上他應該是不用施肥 可以長得非常好 然後可以創造很多利潤 可是事實剛好相反 為什麼把這些職業清走之後 種東西為什麼就種不起來 明明他樹長這麼大長這麼好 為什麼會做物種不起來 那後來就在70年代開始 有大量的科學家投入去研究這個原因 最後得到了一個結論 原因就是熱帶 因為你在熱帶 你的天氣很熱 你的分解速度很快 溫暖因為他會下雪 所以說他有即使經過下雪的冬天 他會留在土壤裡面 所以才有烏克蘭這樣 很厚很肥沃的黑土 熱帶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黑土 因為不可能 我們的分解非常的快速 熱帶的生命動力 就藏在這些生物體裡面 枝葉就是生物體 那些在地上爬的蟲 那些在土壤裡面的菌 這些就是生物體 那假設說 我們把這些熱帶的成長動力 一直不斷的移出生長的區域 總有枯竭的一天 我們現在所有的公園綠地 通通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再開始來抱怨 當初建設公園的時候 買了一大堆費器物 所以土質不好 所以我們的樹木生長不好 那有敬佩的真的換了土 你發現還是在不好 現在做的這個 就是我們希望把這些東西 留在原地 然後讓這些有生命的生物回來 它的能量就會回到土壤裡面 這些枝葉對我們台灣來講 它就是土壤 就是環境 成長所需要的動能 那是土壤 是土壤 是土壤 是土壤